我是赵浩康 你来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访问的是花莲县长 傅坤吉副县长 傅县长你好 主持人我们赵大哥好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很难得啊 我们知道平常你也很忙 公务非常的繁忙 这让我最好奇的就是说 你怎么可能连续六年七年 你当现场也不过就是 六七年嘛 七年 七年 每年都得到这个 不管是远见 或者其他的评见 都是第一名 尤其 我们平常看那个评见 差不多是绿营在前面 那能够一个非不是绿营的 能够这样一支 而且常年这样独占凹头 非常非常少 你怎么做到 其实我可以这样讲 为人民来服务 这是一个人生难得的一个机遇 这是一个偶然而不是必然 那我想在短暂的时间里面 贡献我大概过去的一些人生的经验 然后呢 我是全职投入公众服务 而且我看到记录 你还不知心都自费 薪水都捐出来 这个很不容易啊 这个跟纽约之前那个市长 那个布鲁伯格一样嘛 但是布鲁伯格是 因为他自己有他的事业很大 像对你来讲 这个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当然不能跟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比 他这个是不得了 他是身家上百亿美金 不过我一直觉得说 人民给我这个服务的机会 我很愿意来种这份福田 而且不管是四年八年 我们只是一个过客 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尽量把它做好 尤其在花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过去是一个偏乡 是一个三等的穷线 有那么长 对 服务员那么广 南北160公里啊 所以开车要三个小时 所以面积也是全国最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直想说要怎么样在人生过程当中 为这块土地来服务之后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希望 就是当我们很努力的去耕耘 也希望我们的乡情能够欢呼收割 那三十年后如果还记得我 我就很开心了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古人讲说人在宫门好修行 我以前在政府复卫常常想这句话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真的这个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好好做 对 以后回想 甚至我现在不从事工职了 比如说经过来 这个路桥当时我争取的 那个公园争取的 你经过这么多你还是有一些 人家也许不知道 但至少自己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服务工职 最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收获 而且不只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给民众不只是给他希望 而且让他看见能够落实 最后能够成就 那不只是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人生过程中的一个满足 也能够带着我们的子女来看 可能多年以后 所以我一直很珍惜 每一天为所有民众打拼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 那我看你是 你的背景是花莲中学毕业 我是花中 然后淡江 是是是 淡打 所以等于是回乡 花莲是你故乡吗 应该这样说 我是高雄人 但是我在台中出生 我在台北长大 15岁的时候 到花莲 因为父亲调到花莲去工作 是 为什么南中北东 都都中国 因为父亲是台湾 最早期第一代的土木工程师 在当时 民国四五十年 这个草创初期 所有的基础建设 都需要这些土木工程师 要在省政府服务 所以包括省政府的污水 雨水自来水下水道 都是我父亲做的 最早的 最早的污水下水道 中西是最早的 王永庆先生第一根PVC管 是我父亲检验的 所以他86岁了 所以当时啊 就是到处住点 到处去监督验收 然后把基础建设做好 所以我们家四个孩子 我是老妖 所以妈妈都派我跟着爸爸 所以跟着全省到处走 所以是15岁的时候到花莲 我也很像 我是基隆出生 然后在台北住过 然后后来几个在罗东 然后又搬到台南 又到台中 然后当兵 在凤山时候去在花莲服役 所以花莲队友很亲切啊 那在美伦嘛 很亲切 因为我们花莲 49市青庄市 包括什么 很多地方 甚至到绿岛 然后这个 还到绿岛 绿岛不是 也是我们师 有住 比如说有住宅人那边 太鲁阁啦 这个李玉潭都有住宅 所以 因为我在师部服嘛 所以有时候跟着高级长官 去视察 去督导 也都这些地方跑 花莲真是美丽啊 真是 他们常讲花莲台中是台湾最后一片净土嘛 那当然了 就是说 虽然如此 但是花莲长期以来负债很多啦 是 然后 国民平均所得也不高啦 是 等等 那边我们先谈一下 花莲本身我看 他有客家人 有闽南人 原住民 外省人 现在还有新住民 他是比较 这个 很多元 对不对 花莲大概是台湾啦 在 台湾大概这个20年啦 这个政治的侵杀 这个蓝绿的厮杀 造成啊 这个非蓝其绿 这个社会不断在撕裂 但是在花莲就一个比较特殊的 因为花莲是千年的原住民的原乡 那原住民都比较豁达 也比较开朗 所以自然而然在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的闽南客家原住民 还有这个大陆各省 几乎人这个人口上蛮平均的 蛮平均的 那最近新住民呢 花莲现在新住民大概是台湾最多的 所以族群不止非常的融合 大家也比较含蓄 基本上 所以 很多啊 这个大家觉得说 哎 花莲不是很蓝吗 但是绿营的政治人物来或者是 你选过 黄信介我 记得就是想象力 对 大家都还是 都抱持了相当的一些礼貌 在地方还是 彼此还算尊重 对对对 不会很尖端的对立 也不会撕裂这样子 那边民风应该算蛮淳朴的 我们花莲的相亲非常的有浓郁的相亲 而且街头巷尾 大家还是真的像以前这样鸡犬相吻 然后大家都感情都还非常的 非常非常良善 我们请我们先访问的是傅昆吉傅县长请教 我看到花莲是要变成台湾的东大门 韩国有个东大门很有名 哇 很多台湾人喜欢去买东西啊 甚至说是不夜城 那花莲这个东大门这个idea 这个观念是什么 我觉得过去啊 台湾一直重北 清南 那在北台湾跟南台湾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都忽略了 反而东台湾 在今天全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当中 其实东台湾的这种原生态 它的没有污染 这一片净土是真正可以作为台湾未来对外整体发展 现在不见得只有IT产业 包括这个1949年20战后一直到现在 几乎全世界这些大量的婴儿潮现在都已经退休 所以养生养老观光旅游 甚至IT产业的这些科技人能够给他一个真的一个室外的可以白天冲浪啊 然后重击啊 饭粥啊 晚上不睡觉啊 头发留得很长不洗澡啊 但是想到的时候 马上 只要把notebook打开 马上就可以把他idea就直接发挥出来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科技人他无需要在水泥丛林里面 去这个office里面这样子去研发什么等等啊 甚至呢 在一个没有压力的一个环境里面 每天看到都是绿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反而能够激发更多更多的这种新的新的一个那个那个新的一个发想出来 那同时呢 我想很多啊 这个未来啊 这个台湾在整个亚洲 如果能够成为真的一个绿色养老有机的啊 一个快乐原地的话 那绝对是花莲 因为我们还有国际机场 国际海港 当然中央政府啊从来没有重视过花莲要怎么样对外去行销跟通路 就自己来自己来了 这个只能自己来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看交通部观光局的预算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我们也是就是说先是平均下来按照人口 打折又打折之后就是很微薄的这些资源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外的这些直行的部分都是我们地方政府自己去接下 我看很多人自己去跑很多公里自己去联系 我很辛苦的也是啦只有靠自己 那所以你们要发展低碳观光 要发展这个等于是慢游的这个生活 我觉得的确花莲是很适合 其实不是观光客来 其实台湾人很爱啊 我觉得台湾其实也很喜欢到花莲去 我觉得到那边就整个你觉得都不太一样了 整个的那个心情啊态度啊整个都不一样 应该说下了花莲机场或者出了花莲车站 看到的是中央山脉的绿 看到的是太平洋的蓝 这个地方完全完全没有压力 几几乎时间好像凝固了 停下来了 这个在台北都市丛林里面 这种压力完全都释放掉了 你这样讲让我回想 那时候我在环抱署服务嘛 有一次跟郝院长 行政院长郝院长 他当然还有专机啦 我们就跟他专机 刚好要去花莲台东 就沿着那个东海岸 你就从那个飞机上看下去 那个巨浪拍那个岸 掀起这个白色的波涛 然后那么漂亮 我觉得真的是那一幕景象到现在 都还在我脑海 非常深刻 那就是FOMOSA 就他们FOMOSA看到 尤其后来我们又去 常常去花莲旅游 比如说太鲁阁啦 我觉得那个几乎就是清水断液 那就是世界级的景观 世界级全世界都很少有这样的景观 花莲有这种景观 真的是很难得 从某个角度是得天独厚 对 花莲就是一直啊 我们认为说他可以在亚洲成为 真的是一个 皇冠上最亮丽的那颗明珠 但是 这颗明珠现在一直没有被琢磨 一直没有被好好的去珍惜 所以 这几年我们真的是 整个团队 跟我们的乡亲民众 大家一起手牵手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有共同的理想 所以 不是 坤其一个人 也不是宪政团队而已 是跟全民 我们是一起的 就我们在政策说明上非常的清楚 民众也听得懂 要讲明 既成乡亲听得懂的话 尤其是你们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 大家一起 往前迈进 所以花莲 这六七年来 真的是有 很多方面全面的提升 我看债务也减少了 国民所得也增加了 就业率也提高了 这都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我们 当然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说 两岸现在被紧张 两岸变成这样 那路客会减少 路客在观光客里面 占了满壮的地位 那到底怎么办 我们继续再聊 我赵康 回你回到赵康康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花莲县长 傅昆吉副县长 昆吉兄 有一次我全家到 到 花莲去玩 是 那看太鲁阁等等 路客很多 游览车一辆接一辆 一辆接一辆 而且好像游览车 还规定 什么有的是上午能去的 下午能去的 从北部进去的 从南部进去的等等 他为了分散 那突然之间 现在两岸 看起来观光客减少 对花莲县没有影响 那怎么办 这个影响非常大 在去年 十月份 行政院主机处公布520以后 受创最严重的 这个观光县市 是花莲县第一名 因为以前最重要 那现在的状况 等于是说 因为蔡总统两岸的政策 等于说 要几乎是走向一个 闭关自首的一个方式 拒绝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这当然是 蔡总统的政策 当然我们非常的不解 但是 我们因应的做法就是 我们很希望他们持续的 去沟通 跟北京沟通 希望 这个 人流能够持续的过来 那后来我们沟通也成功了 就是 他们很愿意再放团客过来 到我们这 相关的县市这样走 就现在反而是 台湾政府 不让他们过来 这样子 就是 你如果只走哪几个 县市的话 就不让你进来 藍巴县 他就生气了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奇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美国 我要去加州 你美国政府不能强迫我去德州吧 是 所以要去哪一个地方 应该是 这应该是自己的自由才对啊 我要去哪里观光旅游 我应该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但是现在 我们中央政府的方法就是 他不让 你指定走这些县市 他不让你进来 不知道有这个事啊 所以 所以 台湾旅行公会 全国联合会 过去沟通回来以后 也是 也是满头灰啦 那所以 现在我们面临的 我觉得不只是路客减少的问题 可能未来 大山中可能都会断行 所以 我们现在 真的是只有自救啊 因为 客源大幅的减少 而且 全世界都知道 路客的购买力是最强的 是 所以这几年 让我们地方的这一些 相关的各行各业 能够蓬勃的发展 包括台湾 旅游观光饭店 然后这个 民宿 民宿 还有各种地品 还有很重要 就是 农产品 农民的农产品 我想今年 我们农历年前 整个农产几乎 价格几乎崩盘了 大概 跌掉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价格 全台湾的农产 因为需求量 大幅的减少 那供给量 还是维持原有的 这么大的量 所以自然造成了 这个农产价格的崩盘 我想真的是 我们全国的农民都在哀嚎 都在哀嚎 过去这些农特产品的伴手礼 就是在观光客来访之后 都会带一些 一定 伴手的东西带回去 大包小包 现在这个部分 几乎 这个农会收了农民的这些农产之后 加工这些东西 现在几乎都滞销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此路不通 那国家政策坚持如此 拒绝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跟21世纪全世界的国家背道而驰 我想我们自救的方式就是 我们不能再期待这个政府 我们自己走出活路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去年520之前 我们就积极的跟香港在协商 在密切的 香港人很喜欢到台湾 特别到花莲 对 所以我们在密切的沟通当中 在经过大概 从去年4月到去年12月 终于协谈成功 所以这个香港快运航空公司 就是在去年的12月 一个礼拜飞花莲两班 然后今年1月一个礼拜四班 到2月份一个礼拜五班 到4月的话就daily了 每天都有 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一个礼拜四班 万一未来大三通如果断航 大陆人要 大陆的旅客或是观光客要来台湾 要经过香港中转的话 我们台湾乡亲要去大陆 也要经过香港中转的话 这条航线就很重要了 我们希望是成为 台湾第三大的中转中心 不过副县长刚提出来说 大三通都 因为台湾最早从小三通开始 是 两门对开两码先行那个时候 然后后来变成大三通 就直航 如果有一天大三通会断 那对整个台湾是很大的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 我是赵浩康 为你回到赵浩康神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花莲现场傅坤其副县长 最近傅县长有一本新书了 那是远见帮你采访出的 高旭金先生 我看高旭先生也写了序 陈昌文也写序 然后这个 联金的罗国俊先生也写序 张武岳也写序 这一代社会上都蛮 蛮有名望的这些人士都来推荐 我想主要不只是这本书了 是你在花莲整个县政的这个成就了 那这本书叫做不是后山 花莲超前学 就是不但不是后山 还要超前西岸 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很好 这个雄心壮志其实蛮好的 那这里面书编的很好 各种图片也非常好 要不要讲讲这个书是 它的元期是怎样 这个是因为 连续多点都是 都是这个在远见雜誌 平见的县市长 就是第一名冠军 每一年都持续的 在五星嘛 那高教授 他非常的支持花莲 也很疼惜我们 就是希望说 是不是把这些经验 写下来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是连续很多点我都谢谢他 因为我老是觉得 可能我的观点上有一些偏差 我觉得好像要出书的人就准备要退休了 不一定的 我觉得我应该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所以我多年都晚些 那结果 元件杂志就来了一批人 在花莲明察暗访 然后就各行各业地方 然后各个乡镇 访问了非常多人 然后他们把它写成一本书以后 然后我是要出书前一个礼拜我才知道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所以我既不是作者 也不是总编辑都不是 所以呢 但是我很感动他们真的是为花莲 写了这本书 把这几年我们所有相亲士气 不断的提升 所做出来的一些努力 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现在也跟各县市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真的 我要很谢谢高熙金教授 也谢谢元件杂志 大家都觉得很好奇的 就是为什么 傅昆奇到了花莲以后 花莲能见度也高了 而且每年都在那个民调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有些时候 有些民众会喜心厌旧 开始可能觉得不错 慢慢慢慢 比如这样 柯皮原来民调很高也下来了 蔡英文原来民调也下来了 那你那个民调能够一知为耻不醉 这很不容易 我觉得一定让当地的县民 他真的觉得 这个跟你有认同感 甚至有命运共同体 才有可能连续七年这样 那刚刚提到 你提到说 如果将来大三通断线了 香港这条航线很重要 又恢复到以前 从香港中转 你真的觉得有这样的危机 目前整个两岸的状况 我们真的必须要有这种准备 我不能说高瞻远瞩 但是因为牵扯到 我们所有花莲香金的生计 是 我们必须要先有这种 这些所有预防的措施 要先做准备 万一发生的时候 才不会措手不及 所以我们现在不止在香港航线的部分 其他国家的航线 我们现在也在开拓当中 也在努力 所以说 如果真的走到 两岸大政筒断航的时候 这时候带给我们所有国家企业 跟人民的成本提高了多少 那怎么样 让台湾能够在全世界 这么残酷的竞争的环境当中 能够脱颖而出 我觉得有非常天大的困难 不管是TPP也好 过去不断的幻想期待 好像是台湾的一帖 大补丸加入TPP 就可以解决所有所有的问题 我想过去蔡总统 不断强调这个方面 那结果现在不管是TPP也好 我想川普先生 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天 就把它否决掉了 接着下来 RSEP的部分 这个也很清楚 我们是绝对进不去 那 这么努力打拼的 我们的台湾人民 这么多高科技智慧的人才都在台湾 那如果我们的产品 未来要出去 到每个地方都要 科比别人更高的关税 我们完全上市竞争力的时候 把力量都吃掉了 就是产业大幅要出走 人才大幅外流的时候 那请问到时候台湾还剩下什么 甚至现在连菲律宾都不断的在进步 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前两天 不好意思 赵大哥 我们刚好有一个场子 碰到 他们请我上去讲两句话 我真的觉得 台湾已经二十多年 在落后周边的国家 人家都在发展 我们不断的在落后 因为我们国家已经二十多年 没有一个有格局的领导人 让台湾不断的在跟世界脱节 这个世界落后 而不断的民粹 把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的努力 不断的消耗掉 这个社会啊 不断在沉沦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真的 大家这个时候啊 应该要好好的 不要当井底之蛙 去看看世界有多大 这个不要再网路再抱怨了 真的要很多时候 我们为国家社会做了什么 我们努力了多少 才是我们该得到的回报 那现在 我们国家的政策 他不但没有办法 来协助企业 协助人民 能够跟全世界竞争 现在光一粒一休 这个事情 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在爱好 对话脸有影响 对全国国人都有影响 而且现在很清楚 现在国光客运都要涨价80% 你连这种国家的企业 都要带头涨价的话 万物其涨 请问薪水不涨 也不能加班 未来也不能加班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可以为继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忧心 这么善良 这么努力的台湾人民 接下来要过的生活 到底是要跟菲律宾看齐呢 还是说菲律宾人都已经逐步 快要看不起台湾人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觉 所以就如同刚刚赵大哥讲的 我们真的要防范未然 因为有三十几万的相亲 我们必须肩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在花莲 花莲有33万的县民 我刚听到这个傅先生讲的话 也是很感慨 就是说台湾原来这么好 台湾人民真的很善良 也很努力 但因为政治上的因素 搞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 我觉得搞政治的这些大观 想想看真的是对不起台湾人民 他不管他只有什么价值观 意识形态等等 你最重要还是把人民生活搞好 那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副县长就算在花莲 已经变成这个五星六星的县县县长 然后花莲这两年进步这么大 可是还是不行 你独木难治 还是整体国家的影响还是蛮大 整个国家的政策等等 中央的政策 所以对方影响都非常大 辅巢之下岂有完软 所以整个国家 他目前是朝着跟全世界来脱节的步调来走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我们还是希望说 能够让花莲的速度能够减缓一点 是这样子 无论如何 这是我们的责任 一定要捡心尽力 让地方人民生活能够安定 谈到这点 花莲以前负债蛮多的 你这年年还债 能够达到损一两平 在台湾其他县市几乎不可能是 你怎么做的 过去在台湾的各县市 几乎每一年都有举支借债 在还没有废掉台湾省 还没有废省之前 每一年的各县市的举债 在年中的时候 由台湾省的省库概括承受 所以各县市都没有负债余额 但是到了费省以后 中央政府就订定了一个标准 比方说长债跟短债 总预算的70%为上限 让大家能够去银行借支 让各县市政府 后来就开始向各银行来借支 所以以花莲为例来讲 从89年 2000年费省 89年到99年 10年当中 总共借支133亿 因为我们的总预算 算大概是1780亿 1780亿 所以借债133亿 短差22亿 工程应付未付款27亿 还有被監察院纠正的地缘付款7.5亿 加起来刚好是190亿 所以10年当中 每一年 以10%的总预算的负债余额往上累加 所以10年下来是多了一个负债 多了一个资本额的负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来执政的话 7年下来的话 一年多19亿 那7年的话可以多133亿 那加原来的190亿 323亿 大概就苗栗的一半了 那当然我们一直觉得说 人在宫门 如同刚刚赵大哥讲的要修行 我们不止啊 7年 没有一年增加19亿的负债 7年少花133亿 我们还把整体的负债余额降下来 而且负债是要负利息的 我们降了十几亿 十二三亿的负债 也负息负了10亿元 然后各种短差 各种地盐一一把它清偿 所以现在大概 这7年下来 我们大概减少了大概50到60亿 这个负债 跟这个短差 那民国106年就是今年 因为过去税入税出 几乎各县市政府都有短差 那我们今年是只有可能 会break even 会打平 这点我不懂 比如有些县市长 我们知道绿营的 他那个民调也很高 他就是借钱嘛 负债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任期就是四年八年 任期满了我就交给下面了嘛 头痛是他嘛 那我在任内 我就尽量把这个钱拿来做 社会福利的啊 发钱啊等等 不是很好吗 大家很高兴吗 那你为什么要还债 我基本上我认为钱够用 我想赵大哥这个事情 我也很希望跟我们全国国人来分享 我想做的事情 带动地方发展的事情 大型的基础建设 我们一样一样都在做 不然人民不会有 不然人民不会有感 而我们的积极 我们的福利 我们社会福利应该是全台湾最好的 你们四岁到十五岁 全额免费教育 这很不简单 我们不止四岁到十五岁 所有的孩子 只要把家长把他送到学校来 所有的东西全免 包括杂费 布本费 包括客户扶导费 银行午餐费 全部都是由政府 县政府来负责 还有所有老人家的 每一年的旗舰版的健康检查 以及到所有的这些主要的 要门票的这些景点 通通都是免费 那同时呢 老人乘车在花莲县是免费的 还有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希望青年人能够安定 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贫富差距太大 世代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期望 就是因为光他的薪水 20k 30k 40k 要买一个房子要安定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市区的周边 离市中心区大概十分钟 很近喔 因为要方便他就业跟创业 我们新建的青年住宅 是有房屋跟土地所有产权的 有 全国唯一的 一户250万 一户250万 所有的生活机能 包括游泳池啊 篮球场 雨球场 健身房 康乐厅 还有儿童幼托 我们该有的通通都有 好 我们要做就是要做最好 250万以后真的便宜啊 而且我可以这样讲 我实在不觉得 为什么财务会有困难 我们该做的事都做 那别人没有的 我们也在做 但是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还债啊 所以 包括中央政府一直在讲说 台湾政府要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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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觉得台湾政府 为什么会破产 就看会不会理财啦 从某角度看 就是 这个 看怎么执政嘛 看怎么怎么理财 尤其是中央政府 过去的三年嘛 103年 超收 1088亿 104年超收 1877 去年超收 1054亿 每年超收 二十几年来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 都是做些我们看不懂的事情 是 让台湾的竞争力 不断的 跟全世界在脱节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花莲县长 傅昆琪 傅县长 我是赵康康 回你回到赵康康 是你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花莲县长傅昆琪 傅县长 我们知道 刚刚也提到 你的教育文化就占你 总预算将近百分之六十 我们宪法那时候 规定教科分百分之十五 中央很难做得到 几乎 就像这种 这个教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项目 去对国民的素质 生活的品质 占百分之六十的比例是很高很高的 就是可能跟你 市政理念有相关 我们认为 后山后山就是偏乡的意思 我们可以这一代 这一代 我们可以输 下一代不能输 所以呢 我想培育 这些花莲的幼苗 是未来这个地方 能够发展成长 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一个国家的强盛 一个地区的文明 最主要就是 它来自于教育杂根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止啊 这个四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培养 十五岁以上 我们是台湾唯一的 一个县市政府 免费公费留学 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去华盛顿沟通 然后 今年要正式出发 去十个学校 在华盛顿 十个学校 我们派十名高中生过去 都是在花莲 精选出来的这些 就是说你未来出国留学 不是家里有钱才能去 只要你肯努力 你就有机会 公费留学 那我们今年第一期是高中生十名 还有带两名生活辅导员过去 照顾这四个孩子 那明年是高中十名 国中十名 后年是高中 国中国小各十名 我们希望像以前 不管是什么名字为新啊 或者是 这个以前这个 这个无须留金子 他们之前啊 小留学生的时候 对 就是让他们打开眼界 而且现在的世界观 真的要让台湾的孩子能够了解 而且 他们在那里的生活 可以透过脸书 各方面 可以让他们同侪的同学 都一起可以看到 世界最强大 最先进的国家 现在是如何发展 怎么样做教育 是 我们知道 刚刚也提了一下 就是说 在两岸三地啊 你其实蛮有影响力的 因为你的生活啊 大家都知道 那之前我觉得你也去到大陆 跟他们协商这些问题嘛 我看知道你也去过广西上海 北京啊 去交流的呢 你认为 两岸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然后你对蔡政府有什么建议 然后你自己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想两岸啊 这是绝对 血肉不可分 蔡政府目前所有的 国家的倾向 倾斜的非常的严重 这一段我可能要讲得比较清楚 这是我最悠悠的一件事情 蔡总统不断的在选前告诉我们 所有的年轻人 台湾人民要尊严 台湾是一个国家 要有尊严 好 不能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台湾是可以站起来 可以怎么样 让很多人疯狂的去追求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执政了以后 我们很难过的觉得说 你拒绝了大陆 拒绝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你要南向 但是南向到哪一个国家 现在所有南向的这些东盟的国家 没有一个开大门要欢迎我们 好 那第二 我们不断的向美国倾斜 不断的向日本倾斜 我们的太平岛已经被 对美国人所主导的海牙法庭 已经正式判定为太平礁 不是太平岛 让台湾的损失无可计数 这里面的石油开采的蕴藏量 超过几十兆美金 我想今天蔡总统不断的 过去欧巴马任内的时候 不断的想要依靠美国 结果今天川普上台 马上 虽然接着内通电话 但是川普讲得很清楚啊 他接通电话的原因是 我们向他买了这么多美金的武器 那这代表未来到底 我们还要跟美国人买多少武器 而且川普在跟习近平先生 通过电话以后 又确认一中 所以在过去这两通电话 中间这两个月 给台湾人民来吃摇头丸 这种义和团式的 在内部制造这种氛围 结论呢 一通电话就把这问题解决掉 大家就该醒了 好 我们想美国倾斜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得到了什么 结果 不止上权辱国 而且 我们的太平岛变成太平礁 我们不断的说要跟日本的安倍金山来合作 今天啊 冲之鸟 冲之鸟交变成冲之鸟岛 一个两个榻榻米大的地方 可以用水泥弄起来 台湾人民就不能过去 好 蔡政府所谓的振兴国家的主权 就是要告诉海巡署 告诉移民 不要去那些地方 会被日本人追 我想这叫我们国家的国格吗 我想今天真的台湾有太多太多 我们觉得非常忧心的地方 今天如果我们持续的 把民众的血汗钱 来跟美国人买武器 我们为你美国人来战卫兵 还要自己花钱来买武器 军备竞赛 哪里是台湾发展的方向 而且 当时三项军构 陈水扁的三项军构的时候 我刚好在立法院当党团总召集人 也是国防委员会的召集人 我们到四党总召 四个党总召 我们在五角大厦 美国五角大厦谈判 6108 6108亿三项军构 我们去谈了以后才了解 这不是6108亿而已 还有包括延寿 还有包括后续的维修 是两兆台币 台湾有几个两兆 台湾有多少血能够被美国人抽 我们帮美国人战卫兵 维护美国人的利益 还要 还要 用台湾人自己买的武器 而且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 现在F16 还有拆拼的情况 还有零件攻击不足的情况 像法国的Mirage 现在几乎已经快要停摆了 我们的幻象战机 几乎已经快要停摆了 好 后续零件它不供应了 那现在呢 我们帮美国人战卫兵 出钱给它买武器 我们目前 在美国武器的零件的供应链 我们在第四环 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们的飞机啊 几几乎我们所得飞弹的使用 还要经过美国人的同意 所以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我们的国格 真的不是2300万人民之福 我们应该好好赶快 请蔡总统 赶快回到你 去年520就职的时候 你已经讲了 这个宪法 尊重中华民国 这个宪法 主权领土的完整 就是不搞台独嘛 不改国号嘛 那第二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写的很清楚 就一国嘛 一个国家还没有 一个中国国家 还没有统一以前 有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嘛 你也承认要尊奉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也尊奉中华民国宪法 维护主权 独立完整 不改国歌国号 好 第三个尊重1992年 这个1992年的 这个会谈的事实 就他的那句话 就九二共识嘛 对不对 我觉得他很愿意讲出来 但是 东绕西绕绕了半天 我觉得他干脆就讲出来 为两千三百万人 有什么不可以呢 好 这个 以苍生为念吧 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花莲县长 傅昆琦 雨众心肠 我们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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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好康斯 您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花莲县长 傅昆琦 昆琦 当我看东西很多了 比如书花改也快晚了 那是花莲我想满期待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然后呢 你的有机农产栽培也蛮好 现在有机大家越来越重视 然后你有八部政策 比如山坡地开发不准 公共财不准 烟囱不准 沙磁场不准等等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最后三分钟请你做个结论吧 我要谢谢赵大哥 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 花莲我们竭心尽力的把它打造成为 台湾共同的花园 我们会做好所有环境的保护 成为台湾有机的天堂 绿色的城市 我欢迎大家在任何时间 大手牵小手来到花莲 这是一个属于大家共同的原地 也是大家休憩停泊的一个港口 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充电以后 再面对现在竞争的环境当中 大家再去努力 不过我在这里也诚挚的呼吁 书花改目前 今年年底 第一期的部分 今年年底要通车三分之一 明后年各通车三分之一 所以第一期大概 是在民国108年会通车 完全通车 但是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呼吁 蔡总统 林权院长 贺成部长 拜托拜托 这一条路是人道的问题 书花改二期 东澳南澳 这个河中河人 还有大清水重德 这要马上来做 马上来核定 书花改的二期 这是属于所有台湾人民到自己的花园 要有一条共同安全回家的路 这不只是花莲人在使用 所有台湾人民共同使用的一条路 这是一个人道的问题 所以希望我们的中央政府 赶快给两千三百万人 一条到花莲最安全的路 那我们也在这里 很愿意把我们花莲的一些地方的发展 来跟大家来分享 到花莲走走看看 你会有一个全新不同的一个新的花莲的概念 欢迎你们 谢谢各位 好 那么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多到花莲去 真的是一个好的地方 我在那边当兵 待了一年的时间 那今天非常谢谢花莲县长 傅昆吉 昆吉兄 到我们节目来 谈了很多花莲的建设 以及他对整个国家政策的看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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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